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在干嘛 我在开箱 我的礼物 这是谁送我的呢 倩姐 倩姐去买了比亚迪的这个车子 这是1比18对不对 对 腾式D9帅爆了 有没有 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呢 要讲这个电动车 一定要好好介绍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我们来看电视 没有我一定要说 那天本来要帮她买仰望U8的 可是已经卖完了 而且没有告诉我们说 什么时候会有 所以我只好想去找另外一个 我觉得做得很好的腾式D9 可是D9有两年都是MPV的第一名嘛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原来是比亚迪跟欧洲的Mercedes-Benz 就是戴姆勒合资的一个公司 那他们慢慢慢慢一直找到 他自己的方向 到了今年呢 戴姆勒已经退出了 那这事实上有一个趋势 很多的欧企原来跟像比亚迪啊 他们一起去合作 进入电动车市场的时候 一边就是我有过去的品牌跟设计 然后你们有新的电动车 都包含了电池的这些强势 我们可以强强联手 那目前很多都已经拆开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趋势呢 有一个部分是有意而为的 因为我们知道比亚迪在整个的电池 电子驱动就是电驱 好 这些部分呢都是遥遥领先的 包含了它的E三方 E四方 所以说如果它跟传统的车企 还是搅在一起的话 有些对于产品的路径 或者是它的产品的矩阵呢 不能够完全自己控制 而在今年最后的10% 就是Mercedes-Benz的最后10% 卖回给比亚迪以后 它就完全可以受 自己在它整个的产品的矩阵的 配置里面呢 去找到它的位置 所以最后我就买了这个 回来给家园 因为太帅了 对不起 仰望U8买不到 已经没有了 对啊 你看这个车都可以做得那么好 模型也做得很好 那你可以看到中文道制造呢 真的也是不得了 那现在呢 因为川普回来了 欧洲也紧张了 中欧电动车这个有达成协议的吗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 中欧电动车征收关税问题 会达成协议 另外呢 蔡真博信怎么看 因为丰田的工程师 这个非常厉害的工程师 他很资深 就他去搭了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在日本 现在也有在卖 然后他去体验啊 比亚迪的海报 说日本的电动车全输了 一次充电行驶575公里 续航力很强 乘坐很舒服 车辆造型也很好看 然后呢全球首家 就是比亚迪达成了 第一千万辆的新能源车下线了 2019年的时候 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 看到的他的获利衰退了40% 然后很多人都跑到比亚迪工厂门口 来挖比亚迪的工程师 还好他的工程师都还能够守住 最后一个中心耿耿 没有被挖走了太多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 当时就比亚迪在201718 推的车子卖不出去 为什么卖不出去 我也看到那个时候的车子 我觉得外形怎么这么土啊 真的很土啊 就没想到2020年啊 突然这样华丽转身 出来的车子每一个都让我为之惊艳 啊 整容整得这么厉害啊 害力太强了吧 比韩国的整容还厉害 结果从2021年 2022年 赤福到了2022年 就大放异财 大放异财 而且成长速度几乎是陡峭式的 90度的上去 创造了今天比亚迪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光景 我都有这种感觉的 丰田工程师当然会更吓一跳啊 为什么内装机动电机电池系统 都跟他想象不一样啊 都跟丰田的整个设计观念 不晓得超前多少 而且制造能力超前多少 所以由这个新的这个 比亚迪的电动车来取代 Toyota 尼桑 亚迪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因为消费者一比就把你比下去了嘛 所以为什么他要惊讶 他要惊讶 为什么福特要裁员 还有那个其他的 包括那个Bosch要裁员 为什么要裁员 因为Bosch就是传统车辆最大的零组件供运者之一啊 德国最大的零组件供运者 他整天在设计在零组件内装的器材 就发现世界变了 人家弯道超车 风格设计 它是一个典范的移转 它不支持创新 是整个典范的移转 那消费者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的旧有的客户都不在了 所以当然啦 你看今年到第三季为止 第四季当然还没出来 第三季为止 丰田获利下降三成以上 然后这个本田四成以上 然后福特也三成 全世界几乎全部都获利 全部大幅衰退 就只有BRD直接赚钱 我们当然不能讲 其实连小米都还赔钱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内卷外卷竞争很激烈 赢者通吃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还看不清楚这个未来的趋势吗 所以中国大陆赢得汽车产业的胜利 刚开始而已 还没到巅峰状态 而这个是真的迎来不易啊 迎来不易 当时如果不是王串武他们 是跟他带领工程师 发现在2018年19年吃了大亏 那个车型卖不好 赶快转向 他是找出来设计 我不晓得 整个都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让所有的这个世界上 为之改观 要不然他今天怎么有本钱去跟特斯拉叫板呢 对啊 你中国大陆电动车真的是摇领些 倩姐之前去呢 深圳看了非常多比亚迪 还有呢这个电动车 姐再帮我们补充这张照片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 我手上放的这个 很可爱的 非常非常小的 11.68万到13.68万 一个人随时就可以买到的 这个Shit 可爱的产品 刚刚讲的就是说 它的产品的矩阵是非常完整的 你不管是你要去买100万的仰望U8 或者它那边有一个demo 就是概念车 是要上益 或者是说你就是一个都会的白领 那你希望你手上有一个好的 对环境友善的这个车子呢 那比亚迪它都可以满足你 并且它在国内市场 出口市场都可以有 但是中间最大的一个困境 还是说如果在别的市场上 没有像中国大陆 那么完整的充电桩呢 大陆很多人在家里面 你买车的时候 他就会送你充电桩 晚上回家的时候 你会用很便宜的充电 我认识个年轻的朋友 他说好像不要钱了 就跟以前的油车不一样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基础建设 你要如何能够去推动电动车 以前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 可是现在也有一些科技的解方 譬如说我在深圳看到一家公司 叫做奥特逊 他们就用大的充电堆 可以放在城市的地底下 然后它建立起 你可以开到那里去 10分钟充完电就可以走 甚至呢你就是有两个停车格 那它整个充电堆是在地底下 你也是10分钟20分钟 充完电你就可以跑个几百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当你有了像这种形式的充电站 就是公共的充电站的时候 你可以解决那些 没有像现在的比亚迪 提供大家充电桩 那么完整的家用充电设备的 的EV将来推广的困境 我在最早开始投资这一行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想的是要 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一开头很多人想的都是 我到了一个站 然后我就去调换电池 就换一个新的给你 那后来的确也有些公司是用那个方式 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换一个电池 但是现在整个蓄电跟管理的能力已经增加了以后 可以有像我们熟悉的加油站一样的充电站 那么那个时候的整个城市的面貌 甚至包含了低空经济都会有所改变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的真的不是只是比亚迪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刚才有讲了你几个重要的部分 从电池到电子驱动 像它的玄机 一三方 一四方 都非常非常厉害以外 自动的制造 还有它在所有的重要的部位 可以用AI去做领先的倡议的这些东西呢 现在还是很少有公司可以跟它相提并论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用一个你可以买得起的价钱 11.68万到13.68万 一个都市白领 它可以有它的梦想 所以在性价比这一点 我认为就是对全球南方国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市场 最重要的一个优势 所有的产品最后必须要能够进入市场 而进入市场你有不同的需求 从武林宏光到最高的仰望U8 或者是它的概念车 它都需要有产品 这个产品的矩阵去玩 去服务它的需求 而中国大陆现在在产品矩阵方面呢 是领先了欧洲跟日本 甚至全球的车企是最为完整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我们说它是很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淘汰完了以后的 它就具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竞争能力 而整个电池跟充电的部分 现在除了有固态电池以外 有新的充电堆 造成的充电站 它可以大量的解决 我们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推广问题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离开 시다 stocks 和家颜值合演 欢迎请 我不许可 只许可 不许可 永俩 不许可 你 为test 关上 你